OK好,我们现在解释这个量承受的外力负载最后一个问题 假设承受到的share force 那边界条件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还是一样 侧边的外力等于0 然后我们假设呢,share force是在x方向朝下 所以只有fx等于一个正v v就是我们的简历 然后fyfz等于0 xyz三个方向的扭力矩 那个例句跟bennymoment也统统等于0 那我们还是用的 那这边呢,我们有几个假设 这些假设,为什么要这样子假设 我们后面在过程中都会提到 第一个,我们假设 我们的是simply connected 意思是截面不能有恐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小节所得到了答案 如果截面有恐,不适用 截面不能有恐 第二点,我的圆点要在重心上 要在截面的重心上 圆点我给它固定的位置 第三点,我的xy轴是惯性主轴 也就是说我们下面所得到答案 要配合这些假设 如果你的圆点不在重心上 或xy不是惯性主轴 我们下面所得到答案不成立 如果你有恐,所得到答案不成立 share force是很麻烦的问题 所以我们虽然可以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所谓的exaggeration 流行 但它还在很多限制条件之下 这个答案没有那么坚弄 那我们现在看就这样子 x方向朝下 有一个v 因为这边有v 这边是z等于0 所以我们在这边 整个距离是d 所以这边从一个朝上的v以外 因为平衡会有一个bending moment 这bending moment 反时这bending moment的大小 就是等于我的share force 乘上这段距离 所以是d v乘上d 减掉z 这段距离是z 这个bending moment 就是这一点 对这一点所产生的力矩 因为它有share force 否则我们认为它有share trace 因为它有bending moment 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有sigmazz 所以我们的假设是 sigmaxx sigmaxy sigmayy等于0 然后呢 因为有bending moment 我们就依照 bending moment的理论 我们就认定 因为bending moment造成 就是sigmazz 等于负的i分之一m乘x 这个是完全依据 bending moment的答案 为什么要负 因为你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x是正的时候 承受的是压印力 x是负的时候承受的是脏印力 所以这边要有一个负 这个v乘上d减z就是m 所以这就是i分之my的公式 然后呢 那这是椅子啦 位置是什么 减印力 还是semi inverse方法 但印是呢 我们就是sigmazx sigmazy等于几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们就要来减这两个 等于是六个印力 我们知道四个 或者说假设的四个 减两个 然后来减另外两个 这就是我们的sigmazx 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接从印力开始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的govin equation有两类 我们要让它满足平衡方程式 还要满足硬力的compatibility equation 各位不要忘掉 因为我们是从硬力开始 所以我们要让它满足 硬力平衡方程式 以及compatibility equation 先依照这个硬力 我们先来看 假定这个假设是对的 我要满足平衡方程 会变成什么 结果呢 第一个得到这个 sigmazx对G的微分等于0 第二个平衡方程式 是sigmazy对G的微分等于0 第三个变成了这一个 sigmazx对x微分 加zy对y对微分 因为这两个我都不晓得 以及加上sigmazz对G的微分等于0 这两个告诉我们什么 sigmazx跟sigmazy 只有方选xy 它没有自己的函数 你说依据我们刚刚的 硬力的假设 假定是对的话 要满足平衡方程式 那sigmazx跟sigmazy 只会方选我的xy 意思也就是告诉你 如果我们的假设是对的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轴我这边承受减力的时候 我每一个截面所承受的减 所承受的硬力 除了sigmazz以外 我的减硬力 每一个平面的减硬力都一样 同一个平面各点的减硬力不一样 但是任何两个平面的减硬力 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这个告诉我们的意思 它只方选xy 然后第三个方程式呢 就变成sigmazx对x微分 加sigmazy对y的微分 然后我们把这个微分过的掉到后面 所以变成负的i分之vx 那就是直接把z给微分掉了 然后我们想要 事实上我没有必要掉到后面 我可以把这个 因为这有x 我可以把这两项合在一起 所以第三项 也变成了这个 第三项也等于是 sigmazxz加上i分之vx平方 还有一个2 有个2 加上2i分之vx平方 对x的微分 然后加上sigmazy对y的微分 等于0 为什么会有这2分之1 你不要忘了 因为我x平方 对x微分是两倍x 我要把22消掉 才会等于上一行 我们变成了这个结果 好 下面呢 我们的第一个条件要用到 我们刚刚讲的 第一个条件假设没有孔 因为没有孔 这也是公式上的我们不证 因为没有孔 是simple connected 所以这对这个函数来讲 我可以保证 一定有这个函数h存在 要没有孔 才能保证 一定有这个h存在 使得这个方程式存在 OK 因为没有孔 所以呢 我们会得到了 我的sigma zx 加上刚刚的2i分之vx平方 会等于一个函数f 小解f对y的微分 以及另外的sigma zy 等于这个f 对x的 等于负的这个对x微分 愿你们仔细看 如果我把这两个分别用f对y的微分 跟f对x的负的微分一带进去 不是刚好抵消 就是等于0 我把这个带进去 这边就对成f对x对y的微分 这边变成负的f对x对y的微分 所以刚好是等于0 因此我们保证有这样子一个函数f存在 使得会呈现这个 这是小解的f 可是这就是告诉我们的sigma zx sigma zy 因此我们可以写成sigma z sigma zx 就等于这个f对y的微分 然后减掉2i分之vx 然后sigma zy呢 就等于f对x的偏微分 因此我们现在变成了 我不是要解sigma zx跟sigma zy 记得这个结论是从平衡方 我只要满足我的平衡方程式 我实际上我只要解f就好 我解成f sigma zx sigma zy就知道了 所以变成我现在 微分之数变成一个 就是小写的f 因为我们只剩sigma z和sy不知道 我解除小写的f 我这两个 就会我们晓得好 下一步 我们已经满足平衡方程式 得到这个结论 下一步我们就要检查 第二个government equation competibility equation 那我们第五章讲的 纯粹的硬力的competibility equation 写成这个 这个所谓的 就是这一式 这个有九个方程式 这个硬力的competibility equation 就是micromatial equation 有九个 可是这九个里面 事实上你们把前面的硬力场 整个带进去 你们会发现 这九个里面呢 有七个是零等于零 只有两个不会零等于零 一个 就是i等于三 接等于一 一个是i等于三 接等于二 所以这两个会变成这两四 因为你不要忘了我们前面 这边已经知道四个硬力 这边又知道两个 把这六个带进去 只有最后这两个 会得到这两四 我们会得到了这样子的这两个四字 这是如果我满足 competibility equation 硬力的competibility equation的话 那上面这两四 整理一下 会变成这一四 那这两个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看这两个都一样 所以这个方程是对x为分等于零 这个方程是对y为分等于零 结论就是 这个四字 因为这里面f已经是方式xy 那我们又对x为分等于零 对y为分等于零 所以代表这个方程是 就是一个常数 那我们现在就假设 我的f 是等于一个常数 而这个常数呢 我们说等于一个什么值 我们给它是叫 -2μα 这个是我们后见证 因为我们就知道答案 这边把它变成 给一个-2μα 其中呢 这个μ就是基 简历魔术 这个α是位置数 记得 这个α不是 听清楚 不是单位长度的角度变化 是一个常数 只是我们这边 改用α是我们最后 因为这个share force 也是给简历 我们最后会把它 会发现我们的简历历 有一部分的答案 会跟前面承受tog的简历 会有类似的形式 如果我把这边的常数 就叫做 负的两倍μα的话 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是后见之明的 因为我知道答案 这边才叫做假设 否则我们只是写成 是一个常数 反正-2μα也是常数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了 我的laplacin f 再把刚刚那个简号 搬到后 等于这个结果 或者说 我先跳 或者我们应该说 这个方式就等于是 laplacin f 等于 等于我们最下面的 等于下面的这个式子 然后呢 当我假设 因此 现在的位置数 成了两个了 不是一个 一个是小写f 还有一个α 有两个位置数 我要解f跟α 这个很明显 这是个偏微方程式 而且是non-homogeneous 那我们知道 non-homogeneous的偏微分方程式 它答案有两组 一个是homogeneous流行 就是laplacin f等于0 所解出来的答案 一个呢 是particular solution 好 我们告诉各位 这个问题的particular solution 就是这 你们代金就知道 它是对的 这就是它的 这就是前面这一页 最后一行的particular solution 那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现在假设G 小写的G 就是我的homogeneous流行 也就是G 就是满足laplacin g等于0 因此 我们最后得到 我们这个方程式F 就是等于G 再加上homogeneous流行 那个就是我们的G 那个F F F就是等于我们的函数G 我跳过来一点 F就是等于我的G 加上particular solution G 指的就是homogeneous流行 laplacin g等于0 再把这个带入前面的 sigmaZ和sigmaY 所以呢 我们现在sigmaZ和sigmaZY 变成这个形式 所以现在的位置函数 变成了G 小写的G跟α 还是有两个位置数 变成小写的G跟α 好 我们现在看sigmaZx 你们现在看了 荧幕上倒数第二行 它写的 它是等于G对Y的微分 但是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把它要变成 常数说是等于 负的两倍的milaplacin 主要的原因是 对不起 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说希望 把最后这个答案 跟前面talk的答案 弄得有点关系 而前面呢 那个talk的答案是什么呢 再给我回顾一下 加x 前面talk的简易力 答案是这个 是μα乘上 一个函数φ对x的微分 而这边我们的sigmaZs 是G对Y的微分 我们觉得这行很难 逗在一起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G 再做一次转换 因为这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工作件 截面G没有孔 所以针对任何 任何一个函数 哪怕是G等于0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函数 H 得到这个形式 会存在这么一个函数 我们把它叫做H 而这个H也是满足 哪怕是H等于0 而它们的关系就是 你们这上面所看到的 H对X的微分 等于负的G对Y的微分 H对Y的微分 等于正的G对X的微分 因为很明显 你能把这个式子 这边对X再微分一次 这就是H对X的两次微分 等于负的G对X的微分 对Y的微分 这边H对Y的再微分 就H对Y的两次微分 等于G对X对Y的微分 所以H对X的两次微分 加H对Y的两次微分 等于等号右边相加 刚好等于0 就满足上面这个 所以我们也认为 有这么一个函数存在 那我们把这个带换式 带到前远 把这个G取代 我们就得到下面这两个式子 这样的式子的好消息就是 所以我现在又变成了 我的位置函数又变成H 可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至少这是H对X微分 H对Y的微分 跟这边 负对X微分至少这边有点点像 好 可是终究H 不是负 那我希望把H这个项 改成Fight Fight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Walking Function Fight是以致 Fight就是你知道几个形状 简的Romal Problem 就是以致 所以我们又define 这是我的HX 这是我的Fight 可是HX跟H 跟Fight终究不一样 它中间的差距 就是这个大写的F 所以我们把H 用这个函数来取代 就是Fight这个函数 加上这个F 那旁边的系数原因是什么 是你们仔细看 我要把它跟 我这个H对X微分以后 后面这些项 要能够加在一起 所以我们假设 G 等一下 高尔拉你去了 所以我们假设 G 等一下 对不起 跳航了 对 所以我们假设 我这个函数H 就是等于 我一个Muα乘上FightX 当然它不是真正等于Muα乘上FightX 所以假设我知道H的话 这两个函数的差 我就等于是后面 让它一个方选F 大写的F 这成了未知函数 我再强调 F前面为什么会多加上这个系数 原因就是要把它跟 前面 我这边的后面的像 可以加在一起 如果我把H用这个带进去 我Sigma Zs Sigma Zs 就写成这个形式 而这个形式呢 你们就可以 等于 不知道去下 怎么搞的 先写下面 中间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提 如果用这个带进去 Sigma Zs Sigma Zy 会变成这个 而变成这个的时候 你们仔细看 我前面的 Sigma Zs 跟Sigma Zs 的前半段 就跟 我们在谈到Torq 所得到的Sigma Zs 有点像了 事实上是一样的 最下面这两个的 等号右边 都跟我们刚刚得到了 Torq的答案是一样 目的是在这 只是希望 因为前面Torq给的 得的也是简易力 这也得 因此当初就认为 这两个简易力 应该会有点关系 事实上 这名是有关系 也就是说Torq给的简易力 跟那个 Sigma Zs 的简易力 某种形式 都有形式相似 可是又有一个 很大的差异 记得 我的那个 这边的α 跟这个α 还是位置数 我还不知道等于什么 这个α不是前面 讲的每单位长度的 那个单位长度的角度变化 这个我们不是角度变化 这α就是一个系数 它只是形式是类似 但这α是一个常数 我们还没有解出来 所以现在问题变成解α 跟解这个大写的F 然后 先看这个F Government Equation 因为我们知道 Laplacian H等于0 Laplacian Phi的 这是Warpin Fountain 我们也知道等于0 所以Laplacian F 也会等于0 Laplacian F 也会等于0 那Fight更明显 Fight就是满足 我忘了写了 你们自己补一下 所以Laplacian F 也是等于0 这就是F的 Government Equation Fight就我们前面 讲的Roma Problem 因此我们最后 我的Sigma 这个Sigma 我会选择这个形式 类似Torch的简音力 加后面这个Turn 那我们现在要解α 跟解大写的F 先讨论这个F F的Government Equation 我已经知道 就是Laplacian F 等于0 而这个结果呢 我们是从满足 Competibility 根据导出来的 下一步 我们为着要解 Laplacian F 等于0 我们就要知道 大写F的边界条件 那我们就要从L的 边界条件 本身呢 来看 然后还是一样 因为Sigma X Sigma XY Sigma Y 等于0 所以侧边的边界条件 前两个 Sigma X X NX 加Sigma XY NY 等于0 以及Sigma Sigma Y X NX 加Sigma Y Y NY 等于0 都是0 等于0 只剩下第三个 Sigma Z X NX 加上Sigma Z NY 等于0 加上这一个 也就是旁边的 你们现在看到了这一下 Sigma NX 加上Sigma Z Y NY 它必须要等于0的 然后我们 那我们这边呢 就是 把 刚刚 前面的这一个 带进去 整理一下 就要强调 就是把这两个 直接带 整理一下 变成这一堆 这一堆里面 我们先看前面这一项 前面的这一个部分 很明显 前面的 第一个部分 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很明显 它是Sigma Fight 对X的 微分乘X 加上Fight 对Y的 微分乘于Y 减掉 括号 YYX 减掉XNY 大家看看 这个熟不熟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 刚刚给各位看的 Fight的边界条件 所以 这一块 等于0 这个积分式等于0 然后呢 中间这边 有F对X 微分乘X 加F对Y 分乘NY 这个不就是 F 大写的F 对N 也就是 F的方向微分 而这个要等于0 而这整个呢 应该要等于0 所以 我们得到了 F的边界条件 这个 就是F的边界条件 所以 减F 我没有特别写 减F 如果我要减F 这个大写F 这个函数 又是一个ROMA Problem 那PLA写F等于0 然后F对N的边界条件 等于这一块 那 还是一样 因为F是ROMA Problem 我们确定 它的唯一性 那个唯一性 没有问题 我们还是要看看 这个边界条件 满足 有没有办法满足 它的存在性 也就是说 这个边界条件 的线积分 必须要等于0 因此我们这边看 我直接用这个 所以我们看 F对N的方向为分 也就是等于刚刚前面的 这一块 这一个 它本身的一个线积分 然后这个线积分 本身呢 这个的线积分 这个线积分 你们看 我们就是 又是等于 等一下 怎么搞的 这个线积分 就等于前面这一块 乘上一个NX 加上后面这个括号 乘上NY 所以 不又是 我应该没有插掉 不又是等于 这个形式 又等于这个形式 N.一个函数 所以 就是等于 这个线积分 所以呢 变到 你们现在看到的第二行 变成了面积分 还是Divergence Theory 还是Divergence Theory 然后变到了这边以后 所以变成了这个形式 就是第一个括号 对X的为分 加上第二个括号 本身 对Y的为分 好 这个一为分以后呢 就变到了这一式 本身来讲 变成了这一式 -ViewX 剪掉 括号 2加上一个View 乘上X 我们把这合起来 就变成 负的 两倍 2加3 2ViewX 那我们复号 那负的2加2View 都是Constant 可以提出来 所以呢 中间变成了XDA 那这个 就变成我们 第二个假设 如果 这我们在英文学过 XDA 就是等于X8 乘上A 也就等于说 这个面积分 就是等于我的 重心的坐标 乘上总共的面积 问题是 我们在现在 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假设 我说我的原点 必须是要位于重心 所以代表什么 X8 等于0 因此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边界条件 满足 这个边界条件 满足GDS等于0 因此 有存在答案 所以 我们可以确定 我们的F 本身来讲 我们的F 也就是前面的Sigma 这些的F 就是要满足 这个ROMA problem 哪怕要现在F等于0 以及F对MV等于这一块 还是一样 不见得好解 但是就是这样子 因此你们看 如果我要解Share Force 我们到现在为止 已经确定 已经确定 依据我们的硬力假设 我可以满足我的平衡方程式 满足我的competibility 亏许 然后我的Sigma ZX Sigma ZY 像这个形式 而这个里面的F Fight 是一个ROMA problem 我要先解Fight 然后还要解F 是另外一个ROMA problem 我要解两组 Lapartian 函数等于0的 偏微分方程式 最后呢 还剩α 我不知道 然后我们也满足了 侧面的边界条件 最后还有什么要检查 两端的边界条件 因为只有F X是等于V 其他都等于0 这又变得很tricky 各位看 我们第一个 我们先证明F X 会等于V 也就是F X 依照我们的定义 等于SigmaZX 对面积的积分 那是我们的定义 那我们把刚刚那个SigmaZX 带进去 所以 这是SigmaZX 然后呢 我们没有带原来上 然后呢 我们把它加上这一项 这一项怎么来的 这一项是从刚刚的平衡方法 方程式 这是平衡方程式的最后一项 也就是SigmaZ 对X为分 将SigmaZ Y对Y的为分 应该是减掉 I分之V X 等于0 我们把这一项 因此等于0 所以我可以直接搬进来 就变成了这一项 搬进这个以后 我画展一下 会变成这一个 那变成了这一项的时候 你们看 它又变成了 X 它的积分因子是 这一行 就是X 乘上 FIT SigmaZX 对X的偏为分 加上SigmaZY 对Y的偏为分 这是一个 本身来讲 整理一下 可以变成这一个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X 这个X 跟后面的这个项 乘开来 变成前面的这一项 变成前面的这一项 然后后面这边呢 我们把X 乘上这一项 变成这边 后边呢 变成这一项 我们先看这个 第一个积分式 这是X平方DA X平方DA 就是I 所以II消掉 所以第一次 变成V 然后这一个呢 会变成下面 又变成了 SigmaXXNX 加上SigmaXY NY 那这个是等于什么 这个就是等于 我们在侧面的边界条件的第一 SigmaZXNX 加上SigmaZY NY 那这就是等于 我们在侧边的第三个边界条件 那依照道理来讲 它本来就应该等于0 就SigmaI接N接等于0 是属于I等于3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最后证明了 FX就等于V 抱歉 这我刚刚那个有点 没有看见 我们重新讲一下 FX就是等于SigmaZX 的面积积分 然后我们把这个平衡方式 加上去 可以变成这个 整理一下以后 变成了下面这一项 下面这一项 下面我把这X乘上这边 乘开来 变成了这两项 这一项 因为X平方DA就等于I 消掉就等于V 而这一项 就会简化成为 SigmaZXNX加SigmaZY NY 而这一项 就是我们在侧面的 第三个边界条件 也应该等于0 做之等于0 最后证明了 FX等于V 好 满足第一个边界条件 第二个呢 我们知道是FY 对FY要等于0 事实上 它这个证明的方式 非常类似 FY 等于SigmaZY DA 然后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一样 把刚刚的那个平衡方程式 像加下去 变成两项 只是变成两项 成开来以后 我的第一项 变成了 不是X平方的DA 变成了XYDA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第三个边界条件 如果 X跟Y是惯性主轴 这个等于0 这就是为什么要第三个条件 如果XY是惯性主轴 这个积分就会等于0 然后第二项跟刚刚一样 还是会划成我们的侧边边界条件 所以等于0 因此我们证明了FY等于0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有第三个假设 XY一定要惯性主轴 XY不是惯性主轴 这个标准条件没有办法满足 这个边界条件没有办法满足 那第二项来 那剩下的呢 就比较单纯 因为在端点 你们看 我们前面有假设 我们的Sigma ZZ 我们当作假设的时候 这是我们原来假设的Sigma ZZ 所以在端点Z等于D的时候 Sigma ZZ是等于0 在Z等于D的时候 Sigma ZZ等于0 因为Sigma ZZ等于0 所以我们很容易证明FZ等于0 FZ等于0 也很容易证明MX跟MY等于0 因为FZ就是Sigma ZZ的面积为分 MX是等于Y乘上Sigma ZZ的面积为分 MY是等于X乘上Sigma ZZ的面积为分 所以另外三个都等于0 所以我们最后还剩下一样 就是M对Z的为分 M对Z的力矩 MZ的面积为分 MZ要等于0 所以我们最后看 MZ等于Y乘上Sigma ZX 减掉X乘上Sigma ZY 那这个呢 我们就不多啰嗦 我们直接把原来前面的 这个Sigma ZX Sigma ZY就给它带进去 不要忘了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F是等于0 大小F我们已经知道了 只有α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把这个Sigma ZX Sigma ZY 把这边的Sigma ZX SIG Y给它带进去 OK 我们本身把它呢 本身给它带进去 然后带进去的 本身带进去的时候 中间 我们这边就会 加上这个αK 也就等于说 我们把它一带进去 然后假设K K就是等于我们前面谈到的 那个Torchino Stiffness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Torchino Stiffness 我们一带进去 有那个带进去 中间我们把这项语挑出来 会变成这个结果 然后结果还是一样 不要忘了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Mz必须要等于0 Mz必须要等于0 所以我们晓得 我们的α最后是等于 这一堆的积分式 再除上K K就等于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个 这是带进去化解一下 可以变成这样子的结果 然后这个积分式 所以我们就最后解除我们的α 我再强调一下 这边的α是一个常数 就是一个常数 然后如果α是等于这一个 那我们所有假设的英尼场 就完全满足了平衡方程式 Compatibility Equation 以及所有的边界条件 这个就解除我们的完整答案 但是那汇整一下 如这边所显示的 Sigma XX Sigma YY Sigma XY等于0 Sigma Z是等于负的I分之V 乘上那个D减掉Z乘X 然后Sigma Z和Sigma Z等于这个 这个里面的α 从这边来算 这个里面的Fight 就是前面的那个Roma Problem F是另外一个Roma Problem的Solution 而这个F呢 我们有一个吃上一个名词 叫做Sigma Flexible Function 这就解出来了 我们的硬力解 如果承受一个向下的 V方向的解硬力 如果说我现在给的解硬力 不是FX 是Y 是Y方向的话 是Y方向的话 那答案这个还是照样用 所以你们记得用坐标转换 X跟Y要互换 就把X跟Y 就当做一个坐标转换 然后把XY互换 就可以得到这些答案 照样适用 也就是举例来讲 我们看截面 如果我从右边看 这是我的X轴 这是我的Y轴 我从右边看过来 本来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是说 有这样子的一个简历V 如果说你还给的简历V 是这样子怎么办 那 你就假想 我现在的坐标 我现在坐标 因为原来是X 我还到了X 所以 那假定我现在坐标 是这个样子 我们用Plant XPlant YPlant 那就代表我是在X方向 这个简历就等于是在这边 那好像又是这个答案 所以我就是把 把这个里面 Y用新的XPlant 带进去 这个里面的X 记得 是等于-Y 把这方程是你们的Y 这方程是你们的Y 当作XPlant 这方程是你们的X 当作YPlant 带进去 就对了 如果我给你的是简历 不是在X方向 是在Y方向的话 就是这样子做 你指着答案 不管简历是在X或是Y 都适用 只是要做一点点的坐标转换 我们最后再强调一次 这个答案 必须要三个假设 如果有孔 截面有孔 这答案不适用 如果你的原点 不在重心上 这答案不适用 如果你XY 不是惯性主轴 这个答案不适用 这是一个 OK 这后面 这没有 这我们刚刚讲的 这是F是属于 另外一个罗马Problem 然后呢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 我们前面再谈到 轴向力 Torque Bending 我的硬力 都跟材料系数无关 很抱歉 这边 真正有关 这个Sigma ZX里面 它不只是跟α有关 它同时呢 还跟View Poissance Ratio有关 所以我的硬力 也就等于说 如果有同样的两个形状 材料不一样 我承受同样的简粒 它所得到的 那个简硬力 是不一样的 材料不同 简硬力是不同 承受XF的时候 我的简硬力 会跟我的材料系数有关 这是你们特别要注意的 如果你们是要做实验的话 假定你的工作件 有承受简粒 你们要非常小心 就不能用模型 一定要用同样的材料 因为答案会受影响 这边很明显地告诉各位 这是要注意的 那最后 依照我们的硬力厂 这个不告诉我 这个很啰嗦的 这是位移场 给各位做参考 这是算出来的位移场 这个做着不容易 因为你们看 硬力已经很复杂 而且我们不是 我们这是对肩笼的形状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硬力 转换成硬变 硬变在积分 求位移 最后得到这一个 这是给各位做参考 好 这就结束了我们这一章 我来讲的 我们这一章 主要跟各位介绍 7NARC的BIMS THEORY 主要指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跟各位介绍 什么是7NARC的PINCIPAL 第二个呢 最主要就是把这个结果 你们可以跟你们 才有力学比一比 轴向受力一模一样 BENDING也很像 只要选对坐标轴 SHARE跟TALK 跟你们才有力学 讲的差很大 因为才有力学上 是SPACIAL CASE 这边我们解的 是GENO CASE 但SHARE FORCE 还是没有那么GENO 而这里后面两个 你们要把它当做一个例子 一方让你们知道 所谓的Semi-Inverse Metal是怎么回事 以至于在用Semi-Inverse 解题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检查 些什么地方 这我们开始讲的 过程比较重要 当然有些公司的证明 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那些都很特殊 可是你们要知道 我在强调 怎么证明满足边界条件 不重要 为什么要证明 这些东西比较重要 因为这些才是一些观念 OK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 那我们下个礼拜 最后两个礼拜 我们会跟各位介绍 平面问题